计划说一下 好 就是咱们明天睡到自然醒 然后十一点钟去到奶奶的这个中国博物馆 十二点十五去到市中心的主街 然后三点半 我们预约了一个容颜的表演 从六点钟开始到八点钟 这两个小时我们可以用来吃饭和参观博物馆 最后一趴就是酒吧 但是吃饭跟酒吧这个时间是比较随机的 因为十点钟博物馆才关门 我们可以等到博物馆关门了以后 十点钟以后我们再去酒吧 好的 最焦虑的两个人提前完成工作了 安排有点好啊 后天我咋玩 我现在吃那个小零食吧 就因为明天自然醒 各位都放飞了自己 难道不知道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三十五分了吗 我现在睡觉了 我睡觉了 睡的睡的 晚安晚安 晚安 晚安 太逼色了这个环境 我今天要成为第一个躺下睡觉的人 你没有真的睡觉 你怎么会是在下一集的一集 太困了 先上来吧 好像不太困了 今天大家终于正常了一回 所有人都开心 所有人都疼了 太舒服了 我还想来吃一个东西 我偷偷平他的这个盒 哎呀 还有小葡萄 那我可以吃一个小草莓吗 你别跟我拍照来着 动过去 你最好了 只有咱俩好了 拿点小草莓吃吃 我饿了呀 现在吃了 但是我也饿了呀 我这个呀 就不能再饿一下吗 嗨 你知道吗 我今天已经顺利毕业了哟 接下来我是一个游客哟 你知道呀 我就可以拍拍照 然后吃东西 然后绿带绿带 厨房里有洗衣机吗 不知道啊 它这怎么连个洗衣机 完了完了完了 没有洗衣机咋整的 你把网语的草莓给吃了啊 那明天早上要做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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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真的吗 他要做惊喜 你给他做惊喜 你给他做惊喜 他得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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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要是不被你发现 我可能 那我吃一颗可以吧 可以 那我就吃两颗 看不出来 这是他早餐啊 咱假装看不见他 他明天要惊喜吗 配合一下他 赞 照片 四十多 是 嗯 感谢观看